今天老婆爺今天要為我們帶來 一道韓國的米料理 對 忍生糯米雞 經典 經典 必吃必吃的 對不對 因為像韓國就是每個家庭 我從小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吃她的這道料理 因為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曬太陽啊 說很熱啊 就是出汗 所以說要需要補氣 也是預防到冬天 有沒有 對 沒錯 今天就是準備一些糯米 糯米一定要先泡 冷泡喔 為什麼冷泡 它的那個Q度非常的Q 然後說它的適色就是很亮 很亮 色澤就漂亮 差不多30分鐘就可以了 對…我現在把它瀝開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泡過了 然後這個米水 它水瀝掉 米水會用嗎 對 我就是要用它的米水 米總身 它的水裡面 就是維他命C跟那個 我就是還有B1 B2 它非常有營養很強 真的假的 一般米你會先洗一洗 當然 洗一洗 最後一道的米留下來 沒錯… 義大利我們會洗一點點 但是我們一直會珍惜 它的那個水裡面的那個澱粉 而且你做米料理 比如說你做燉飯 或者你做義大利麵 因為麵也是會有一樣的那個 澱粉水 那個澱粉水 那個東西才會讓那個料理 變得很… 稠 那種稠 的感覺 對…不需要加一些奶油 什麼的 用那個 弟弟你覺得不用洗那麼多次 對 我們幾乎都不會洗 因為我們買 對 我們的飯的賣有點奇怪 我們買飯的 它在一個塑膠袋裡面 然後那個塑膠袋不用打開 你直接把那個塑膠袋 放在那個水裡面 你等十分鐘就拿那個塑膠袋 拿出來 打開 就放在你的盤子裡面 對 塑膠袋子可以加溫的 很怕會 對… 我第一次聽到 這我都不太敢吃耶 塑膠袋子的名字 可是人是故意的啊 我可以理解 但像我們南非人 我們也會洗米 但我們洗米不是洗農藥什麼 因為農藥在南非對我們來說 是附加成分 所以我們不太會用農藥 不太會用農藥 可是我們要洗的是 灰塵 沙子 蟲可能爬過 就是髒 我們覺得那個水 那個米是髒的 所以不管你洗幾次 那個洗米水 不會流下來再用 不會啊 那髒水 你頂多倒花圃吧 你去澆花就可以了 拿來吃 可是韓國就不只是這樣子 也可以就是泡菜湯 或者是味噌湯 然後還有一些 等一下我會用到那個 就是糯米雞湯 都會用到 泡那個糯米其實是對的 因為它 它我們有時候像煮肉粽 什麼之類 我們也必須先把糯米泡軟 因為像煮肉粽那些東西 我們希望它的黏性 所以我們的水 相對會加得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軟的之後 直接煮 然後讓它的澱粉 跟它的熟度達成就好 才會特別黏 對 跟煮米飯又不太一樣 所以來看看這隻雞吧 好 對 看看這隻雞 剛剛... 剛剛講那個吧 沒有 沒有故意 它真的是冤枉 真的 因為它真的滿特別 因為它指甲真的很 好強喔 它做美甲 這個東西 我就是要處理掉的 就是現在第一個 處理掉的是雞的屁股 因為這個屁股會 就是有一個味道 可是台灣都會吃雞屁股 這是雞屁股 你還不行喔 我們沒在吃雞屁股 直接把它 你小心手喔 你... 你別人一刀就下去 你不用那麼狠嘛 你那麼狠 沒有 你看雞屁股有頭嗎 如果你太柔軟的話 就是它們切不開 就一定要抖 就這樣 雞屁股多美味啊 真的 這是雞 這個送你 送你 然後接下來呢 其實是雞裡面 其實是它有一些脂肪 因為脂肪是對我們來說 是不是很好的 不好的 對... 多餘的油脂要把它除掉 對 我們一定要除掉 那這個雞是什麼雞啊 這個是... 我們選的是土雞了 土雞它當然是比較好吃 土雞比較好 每一個雞種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大家知道 老母雞 其實它是非常適合燉湯的 那如果你今天 因為它相對有油脂比較少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 油脂比較多 其實那種小 母雞其實會比較適 因為它肉質比較嫩 油脂含量的比較高 糯米把它放進去 慢慢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是這邊準備了一些 而且還要蒜頭 韓國人真的好愛吃蒜頭 剪的直接剪 不用壓 不用不用 因為它等一下會高溫 就是把它煮的時候 它會變軟 所以就不需要 不需要另外就是再弄掉 然後就是我們紅棗也是幾個 就塞進去 紅棗也不用去籽 可以 可以 去籽也可以 對 但是有一些人 就是喜歡那個感覺 就是搖搖的 那種感覺 所以就把它留下來 你咬到那個籽 還省不得吐掉 你一直在籽 滾久一點 沒錯 其實跟大家講 譬如說它的雞腳 它剁掉 其實像我們的話 雞腳其實它的膠質非常多 所以我們變得來燉湯 對 其實它的湯就會比較濃稠 我先把人生把一包 放進去 人生放進去 因為它飯裡面就是會 更人生 更糯米 就是混在一起 它的那個感覺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變成就是 它的米飯的那個 那個香氣更濃厚 對… 那為什麼不是泡米的時候 就直接把人生也泡進去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 綁起來不是S 真的 我沒在這裡玩 玩它喔 我沒在玩它 沒有玩 我們也都沒有 沒有… 為什麼要把它綁起來 有什麼好處嗎 因為綁起來的話 就是它的米不會出來 就是比較不容易泡出來 對…封住它 這樣煮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散開來 對… 翅膀就這樣子 弱弱的不好看 就把它塞進來 這樣摺 對… 對… 這樣子其實都很好看 然後把它放進去 一隻整整的一隻 飄飄兩樣 這樣不出力了 沒有… 還有就開始我就放一些 就是剩下的就是蒜頭 蒜頭 就很隨意 煮湯的用的 煮湯用的 就是這樣子 放進去 真的都不用切它 對…然後就是這樣 這個也整個直接下去 我就用了一半 一半這樣子 直接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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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隨性喔 這個也是 這個大桌好大 對 隨性的兩根 所以只用蔥白的部分 對… 剩下這個也要丟 對…一定要 人身外面也要放 而且其實蔥… 蔥有蔥白跟蔥綠 其實加熱的時間也不一樣 就像我講的 蔥白它的水分比較高 甜度比較高 所以你用來燉或是來爆香 其實它才有它的意義在 蔥綠的部分 其實它就只是 你只要加熱一下 它的香氣就會這樣 對… 所以吃我過的時候 蔥綠的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糯米的水 糯米的水 加起來 把菜一起倒進去 這樣子就是它整個 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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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髒… 好髒… 謝謝 然後我們就把 清水一起 還好有清水 乾淨一點… 它會用冷鍋去煮湯的點 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今天要煮濃湯 你就必須要用大火 如果你今天要煮的是清湯 你就必須要用小火 它的… 它的濃濁度它才不會滷化 是 請問這個老婆爺 我們這個大概要開多大的火 要煮多久 這個雞湯才會好呢 把中火開始讓它滾起來 然後就慢慢轉小火 然後就差不多煮到 就是一個小時左右 一小時 這樣子的話 雞完全是熟 就是雞裡面的東西 都已經是非常的很熟 狀態這樣子 有多熟 多熟 都加萊姆 我們已經開始了 一個小雞都站起來 終於已經到了 這個米跟湯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像譬如說 所以我以大利 我真的送不了米跟湯在一起 我們米就是要求 那個 對 就是那個口感 你把它放在湯裡面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可以維持那個 已經變成粥啊 韓菲也會做 雞湯泡飯 或者是泡雞蛋麵 意大利麵 可是這個是 感冒的時候 才會吃那個雞湯 那應該是 表示他是很營養的 對自己很好的 因為其實在國外 你一定要感冒 他才會喝到雞湯這個 沒錯 其實你感冒的時候 人家送給你 然後尤其是 在把妹的時候 很好用 怎麼用 你知道我不會 你喜歡的女生生病了 感冒 你就送個雞湯去給她 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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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開始滾了 對 真的 我們已經迫不及待 盛了好幾碗出來了 對 有沒有就是 人生的香氣 已經都泡出來了 對 而且你已經把一些 剛剛的那旁邊煮料都 沒錯 沒錯 因為它已經 不用就是放太久 因為不是要吃的 對 我們這邊就是 都是原型食物 都沒有就是 調過一點點的調味料 有沒有 對 對 完全沒有 這個為了就是 我們就是大家就是 讓大家的喜好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都不一樣 鹹度不一樣 因為我就是用醬油跟蒜頭去調它 因為每個人 雞肉口味不夠 對 不夠 太醬油 我會就是用一些就是那個 薄鹽的那個醬油 然後蒜頭已經準備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今天為了就不要 吃得太臭 好 我們待會兒還要再繼續 對 聊天談話下去 對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對 補醬油 我就覺得補醬油比較 就是對身體健康 補鹽醬油 對 補鹽醬油 那位來賓吃了之後 有沒有給一點評語 沒有想到你喝的這個湯 那麼的香 那麼的濃稠 其實像你說的 你沒有加太多的 調味料 對啊 很純 純 很純的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雞肉也是很嫩 對 對 骨肉很淋淋 我也覺得雞肉很嫩 但是我最驚訝是它用糯米湯 糯米我吃過 但糯米入湯我沒吃過 它的口感 它湯是清的 可是吃起來有點像濃湯的感覺 它黏 就黏 黏 對 然後有點奶 我不會形容就是creamy這種感覺 對 我滿驚訝的 這個就是你不接受的那個 它有這個賞食 太渣了吧 太渣了吧 戀內臟 戴進去的糯米還有龍仔 有沒有 在這邊 對 很黏黏的東西 對 那個米真的很好吃 而且那個米還有口感 因為你會覺得它在那個湯裡面 一個小時 可能會沒有口感 可是 它有一點QQ的 你說要認跑才會QQ的 那個米很好吃 它人生味比較重 對 是因為你自己做 所以成本就 可以 就放得下 大隻的人生就對了 你們這個不沾 我已經覺得 非常的有濃郁的感覺 對 它有一個食物的鹹味 有一個奶香味這樣 對 那其實就是乳化 油脂 沒有很喜歡 它就會產生一個乳香味 但是我覺得雞肉還是沒有 不可能有味道 沾一點蛋蛋 真的很好吃 沒有印象中 吃這個人生肉餅雞的時候 之前會撒白胡椒 胡椒鹽 那你比較特別是用這個 對… 可能這比較道地 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謝謝君老婆 也帶來這一道韓國道地的米料理 謝謝… 非常好喝 好… 喜歡我們這集的內容嗎 現在要做的就是 按讚訂閱加上小鈴鐺 跟著我們一起 笑笑 快點… 還好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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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 … 再見 緊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